她的风流情史比女星收割机 刘卵熊还要豪狠 刘卵熊与保永勤 李嘉欣 关芝林 蔡绍芬 洪欣 袁杰 甘比等等 都有这一段不可描述的过往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赵士山 比刘卵熊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赵士山到底豪狠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看看属于她的名言名语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来源于女人 我睡过的女人的数量超过五位数 这还都是经过筛选的 如果不筛选恐怕更多 在情场上我逢赌必赢 结婚太麻烦 不但是去自由 离婚时还会被对方分割走大量的财产 太不安全 千万不要沉迷于一个女人 常患常心才最好 我真没给这些女明星砸多少钱 他们是主动爱上我的 我的遗嘱每年都要改一次 因为不知道以后有多少个女朋友 赵士山1936年出生于传王赵从严的家中 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虽然赵士山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但是父亲赵从严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原因是赵士山太过顽劣 而且整天贪图享乐 不务正业是赵从严给他的标签 所以继承家业跟赵士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997年赵从严辞去华光董事局主席的时候 让长子赵士鹏接任主席的位置 四子赵士光做了副主席 而赵士山连董事局都没能进去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认为赵士山是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 然而事实上赵士山还是很有能力的 他不仅拥有英国社伦大学博士学位 而且还获得建筑师学位 可以说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少年 在其毕业后 父亲让他在家族公司担任贤职 虽然整天无所事事 但是聪明好学的赵士山 很快就将父亲在生意上的手段 学了个七七八八 那时候赵士山可明白 船运业务肯定不会轮到自己 因此他早就做好了资历门户的打算 1997年 虽然赵士山没能进入董事会 但是却得到了不菲的财产 当年金融危机爆发 赵从严的船务业务亏损严重 并且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外债 此时赵士山出手创立了卓能地产 专门负责开发豪宅 随着经济的好转 内地明星纷纷来到香港买屋定居 赵士山赚得盆满钵满 在短短几年内 他的身家就超过百亿 此时继承家业的赵士鹏 与赵士光对他羡慕不已 而赵从严的船务 直到很多年后才得以恢复元气 有钱后 赵士山开始考虑消费 他先是把目光放在了古丸自画身上 那是这些东西数量稀少 且可遇不可求 虽然表面上是消费 但是买古丸自画 明显是带着投资的意思 毕竟这些东西 时间越久越保值 赵士山年少时期 就是出了名的贪图享受 要不赵从严也不会不让他继承家业 年轻时候的赵士山 喜欢与美女约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泡妞 对于这个爱好 赵士山从来不避讳 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最大的快乐来源是女人 跟我约会过的女人超过五位数 这还都是筛选过的 如果不筛选的更多 正是因为赵士山好玩 贪图享受 媒体给他一个香港第一玩家的称号 赵士山有多会玩呢 那时候他与邵义夫是好朋友 而邵义夫是邵氏影业的董事长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赵士山没事就会去邵义夫的公司玩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与邵氏女星 有过交往的数不胜数 比如蔡珍妮 姚伟 陈凤芝 方怡珍 张孙薇等等 为了方便与女孩约会 赵士山赤资4000万 购买了一艘好华游艇 取名海上乐居 带有直升机升降频 每逢周六 赵士山就带着女伴出海享乐 在海上如果想到哪个女孩 便直接让直升机去接过来 赵士山说 海上乐居的乐字好重要 我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 而当好友邵义夫家里有舞会的时候 赵士山必定会到场 他说 在情场我逢赌必赢 某种程度上 邵氏影业的女星成为了赵士山的后花园 或许有人会说 如果我能像赵士山一样有钱 我比他还会晚 众所周知 无论是浏览熊 还是黄任忠 只要有喜欢的女孩 就会送车 送房 送珠宝 送限量的包包 直到把对方拿下 这种金钱策略 屡试不爽 而赵士山却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 他有些吝啬 在赵士山的理念中 赚钱 省钱 不被女人骗钱 是他的人生座有名 虽然赵士山屡患女友 但是从来不在女人身上花太多的钱 当女伴出席活动 需要珠宝的时候 只能用借的名义拿珠宝 活动结束后 要把珠宝再还回去 曾有人笑谈 赵士山这些珠宝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女友传递下去 当有人问到 他谈这么多女友 花费多少钱时 赵士山笑着说 我真没给这些女星砸过多少钱 她们是主动爱上我的 年轻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全是女明星 都是她们主动凑上来的 可能觉得我对她们的娱乐事业有帮助 有宣传作用 毫不客气地说 我是被她们利用了 不婚主义的赵士山 三个孩子三个妈 虽然赵士山风流不羁 但是她却是个不婚主义者 用她的话说 结婚太麻烦 不但失去自由 离婚时还会被分割走大量的财产 太不安全了 说到底 赵士山与三十而已中的海王 梁振贤一个德行 借着不婚的由头 新男女之变 最重要的是 在赵士山眼中 所有的女人都是冲着她的钱来的 所以她从来不相信任何女人 即便是这个女人为她生了孩子也不行 1977年 赵士山与女星姚伟相爱 在第三年的时候 姚伟怀孕了 赵士山感到非常的担心 于是开始疏远姚伟 因为在赵士山潜意识里 姚伟会用怀孕要挟她结婚 然后侵占她的财产 不过姚伟也是非常有骨气的 她说 赵士山总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为了她的财产 我就不一样 我什么都不要 在孩子出生后 姚伟什么都没要 带着女儿赵伍芝回到父亲简陋的屋子中生活 俗话说 雪龙雨水 在过不了几年后 赵士山还是认下了这个女儿 而赵伍芝也确实争气 认了刘卵雄为干爹 汪如兴为干妈 从此平步青云 扶摇直上 然而赵伍芝不仅继承了赵士山的商业头脑 而且也继承了她喜欢女人的爱好 在赵士山在为她的婚姻大事发愁的时候 没想到赵伍芝公开承认与同性恋人 杨如兴在法国结婚的消息 这让赵士山大为发火 甚至说 如果哪个男人能让赵伍芝感兴趣 我马上给对方五亿港币 但是时到今日 赵伍芝的取向依旧没有发生改变 赵士山除了赵伍芝这个女儿之外 还有两个儿子 他们分别是港姐蔡珍妮所生的次子 赵伍昊 以及跟洋模特Terry所生的三子 赵士正 虽然这两个女人为赵士山生下了儿子 但是他们如同姚伟一样 没有获得任何名分 而赵士山三个孩子三个妈 可以说也是够奇葩的 虽然赵士山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是身体非常健康 为了风流 刘兰雄付出了幻世的代价 狂刃中更是因此丧命 但是赵士山却依旧潇洒 每次出门都有美女相伴左右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赌王何欧盛的葬礼上 赵士山依旧身弄活服 或者这与他说的 女人偿换偿心有关吧 这几年 赵士山经常更换遗嘱 因为他说 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几个女朋友 他要把财产分给他们 不过有意思的是 虽然赵士山没有给过姚伟任何身份 但是如今女儿赵武之 已经全面接受公司业务 而姚伟也母贫子贵 如今看来 那所谓的名分与婚约 真的不再重要 一辈子防范女人的赵士山 她的财产最终还是被女人所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